基隆市政府在推动观光产业发展方面 一直以来都不遗余力 今年更是全新打造了基隆灯塔与球宰山灯塔步道 让游客可以一次满足探访两座灯塔的心愿 同时欣赏基隆美丽的海岸风光 基隆灯塔位于基隆市区附近 西元1900年建造完成 是台湾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灯塔之一 不到全长有500公尺 吃不到起点就能看到灯塔的身影 让游客可以一探其中的历史文化 看到这样子的风景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在网路上面 你知道评价有多高吗 这边真的有点灯光美气氛加 说实在话 如果我旁边有个女伴 我晚上真的一定约她来 约会的好地方 真的 这边真的是很幽静 而且风景真的超美丽的 如果想要求婚的话 在这个时候拿素鲜花来 哇 我能说实在话 她不答应你 那才 很奇怪 而民国45年西元1956年设立的 球子山灯塔 位于基隆港西岸码头的球子山顶 爬身为白色四方形混凝土灯塔 是第一座由国人自行设计 施工的灯塔 也是第一次看报道的嘛 对啊 就去探索一下 今天刚好放假 骑摩托车上来的啦 你怎么会累 好好走喔 好真是的 你 双塔不到全长约两公里 串接两座灯塔不到路线穿越轻松的森林 漫步于海岸景色与山栏之间 一路上不时可见游客们在各个角落拍照留念 抵达球仔山灯塔后 远眺基隆港的壮丽景色 灯塔是基隆市的重要地标 更是基隆市的骄傲 希望透过这次步道的打造 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基隆 欣赏我们美丽的海岸风光与丰富的文化底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